大家又要記一記 現在它有很多油 我們就放一張吸油紙進去 怎樣?好不好吃? 好吃 姐姐呢? 好吃 是不是好吃? 是 看到嗎?我們兩個老闆都說很好吃 我們來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Alex 今天和大家煮小飯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照燒雞扒 今天的材料非常簡單 就是一塊雞扒 買到雞扒後我們就先洗乾淨用鹽水 接著我們就要對它進行改刀 我們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位置 看到嗎? 這裡是腳位 我們要在這裡割開 割一割 把皮 先弄鬆它 一定要弄鬆它 像剛才我們在這裡看 這裡是高一點 這裡是沒有那麼高的 是矮一點的 即是表示有些地方厚 有些地方是薄一點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反過來 將它進行改刀 這裡是厚一點的 我們就割一割 這樣吃下去 雞扒就會大塊一點 之餘 煎起來是均勻一點的 這裡也是 這裡是厚一點的 很明顯的 我們在這裡 進行改刀 攤開它 這樣雞扒是否明顯好多 而且等一會 我們醃味的時候 也會容易入味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又介紹一個 做照燒雞扒的秘訣給你們聽 我們首先拿一個保鮮袋出來 蓋住它 然後拿一個你認為可以烤的器皿 什麼都可以 這樣的情況下 接下來我們要怎樣 烤一下它 這個步驟有什麼用呢 平時我們在家製作雞扒的時候 煎起來的時候會縮水 為什麼會縮水呢 因為它那些纖維和筋 是連在一起 它收縮的時候 連拖著其他的肉 皮 所有都已經收縮了一塊 這個時候 找些東西給它 然後找一個重的物 即是用什麼都可以 烤一下 然後把它弄一下 鬆一下 鬆一下 它裡面的纖維和筋 摸 這個時候我們煎起來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變形 烤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先給它底味 調味有什麼呢 鹽先給一點 不需要太多 然後我們放一些黑胡椒 我們放一些生粉 掃一層面 幫它掃一層面 到時等一會 煎起來就會好看 我們現在這樣就放在這裡 等它靜止醃製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進行處理 雞扒在醃製之際 我們調回趙燒汁 趙燒汁就肯定是這樣的 泥排了 還沒淋 我們放一個湯匙 兩個湯匙的醬油 再加一個湯匙的廣東食 我們再加一個茶匙的砂糖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鍋子就熱到差不多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先放適量的油 少許就夠了 不用太多 接著 把我們準備好的雞扒 記著 在皮 向底放下去 先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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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定型了 我們再做下一步 看不看 定型了 這個時候 我們先翻一下 將它這邊也要定一定型 先煎一下 在這個時候 我又要教大家一些小備的東西 我們現在正在煎 用力壓一下 這樣的目的 是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收縮 我們吃起來會大塊一點 看起來會美觀很多 現在我們再煎底 的過程 我們用這一塊 我們要煎大塊 要煎五分鐘 現在我們這塊雞扒 通過這樣的方式去煎 煎了大約三分鐘 有一個步驟 大家又要記一記 現在它有很多油 我們就放一張吸油 吸一吸 因為我們是不需要太多油 接著 放上來 讓它再煎一點 再繼續煎多它兩至三分鐘 好了 現在我們反轉給大家看看 現在它是甚麼模樣 看不看 多漂亮 是不是整個形態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煎的過程中 一定要壓一下它 壓得平整 我們整塊雞扒出來的效果就好 好了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先翻轉它 接著 我們將我剛才準備的 趙燒汁全部放進去 現在就通過趙燒汁 焗一焗它 讓它吃下去的雞扒 有一點點趙燒汁的香味 我們現在先焗它 大概是三分鐘 先將它反轉 嘩 多漂亮 看不看 整隻金黃色 我們現在就用一個匙巾 淋一淋 讓它吃一吃的醬汁 就已經煮好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撈起來 看不看 現在兩邊都可以了 我們就撈起來 放在砧板上 放在砧板上 照燒醬汁 全部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後 我們再灑一些些芝麻 是不是整個層次已經出來了 最後 放一條少少的裝飾 那我們的照燒雞扒 已經大功告成 我現在的家庭版的照燒雞扒 已經全部完成了 今天我就不做試吃了 我就叫了我兩個老闆過來 他們幫我試吃 看看行不行 我和我兒子過來進行試吃 讓他們試試 照燒雞扒 的感覺如何 我現在就先剪開它 先給小螺 好 接著給一塊給姐姐 怎樣? 好不好吃? 好吃 姐姐呢? 好吃 是不是好好吃? 是 看不看得到 我們兩個老闆都說好好吃 我們來 如果還未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請盡快 按旁邊的鈴鈴 我有什麼新片 你們第一時間可以看到